我要和全國最好的四十二間優質化高中來簽訂M5U 第二部分我想要來跟大家分享 高思大因應少子化跟大學的危機到底怎麼因應 第三部分我來簡單跟觀眾朋友做一個報告 就是說現在大學裡面面對什麼樣的問題 首先我想就第一個問題就是高思大為什麼選擇 四十二所優質化的高中 因為我一直認為我們高思大的招生圈 大概就是在桃園以南 作為我們高思大學生 每年將近一千個大一新生的主要來源 那我整理了以後我發現 四十二所高中當中 都是全台灣列明優質化的高中 而且我更驚訝的發現 這四十二所高中的校長 我們一一去訪問以後呢 才發現其中二十一所高中校長 都是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的優秀畢業生 也是重要的校友 所以顯然如果把這些學校做一個 把它扣起來 這樣對我未來的教師 應該真有真有幫助 真有真大的幫助 所以在這個構念之下 我就要求研發出 就盡快的來做這樣一個策略聯盟 但結果沒想到引起四十二個高中 強烈的迴響 那我舉幾個高中 比如說彰化高中 彰化女中 台中一中 台中女中 台中二中 台南女中 台南二中 那高雄更不用講了 高雄女中 幾乎很多很多都是高市場的校友 所以我想經過這樣一個 策略聯盟的簽訂 那我們跟高中的距離 就更加的拉近 那未來的招生 就會更加的方便 而且我在這裡跟各位報告 我們這些校友呢 也用很好的辦學口碑 那麼也可以引領 他們所教育的孩子 那麼也能夠進到高市大來 那我那天也特別強調 我希望所有四十二所高中的校長 那麼回去以後呢 問問所有的老師 那麼看看他們的學生 到高市大來以後 到底有沒有受到最好的照顧 跟最好的教育 那如果有可以改進的地方 我想我們高市大 一定再來做有效的改進 那麼這是第一部分 那第二部分 我要給大家報告的 就是說這個現在大學 深陷危機當中 那用英文講就是 The University at Risk 那為什麼說 大學深陷危機當中呢 我認為最嚴重的問題呢 大家也許認為 少子化、少子女化 只有幼稚園、國小、國中、高中的問題 我跟各位報告 不是的 少子化跟少子女化的問題呢 他的牽動是 牽一法、動全身 所有的大學包括 台、清、交、成、洋、中、自備的 全部受影響 台灣師大、高雄師大、彰化師大 也一樣受影響 那這個話怎麼說呢 我想如果 從一個數據來分析的話 那麼各位就可以一目瞭然 我當高中生的時代 全國的高中 高山的學生有40萬 最多的到43萬 那麼20年前只剩下35萬 那麼今年剩多少呢 今年剩26萬 26萬4千人 請各位注意喔 這26萬4千的高山學生 還有2萬個人沒有去讀大學 所以只剩下24萬多 那麼再過9年 8年到9年 今年已經是高校的崩盤 那麼再過9年呢 這剛剛講的25萬到26萬呢 會快速的遞降到只剩下15萬4千人 那各位想像一下 現在台灣有160個大學 那麼當學生生員數從26萬 當到不到16萬的時候 那你可以想像得到 那麼這個問題呢 會變成雪崩式的倒塌 那麼這個問題呢 非同小可 所以我認為在這樣一個狀況之下呢 那麼我很實際的跟各位報告 我們高知大 剛剛俊庭特派員特別講到 我們有很多撇步 不過這些撇步呢 不一定都五好 我跟各位報告 我們的大學部的招生率 96.3% 還算OK 那麼大概只不到4個百分點 修學或是重考 那麼博士班 高知大的博士班 因為高知大已經有63年歷史 我們的博士班 駐有口碑 我們的博士班也 錄取率跟報導率呢 錄取率很低 報導率很高 報導率呢 高達也達到96% 可是我要跟各位聽眾朋友報告 各位觀眾朋友報告 主要的關鍵 問題出在 碩士班 剛剛特派員也特別講到了 這個碩士班的招生 為什麼開始產生問題 因為經濟低迷 經濟不好 那麼整個台灣16年來 薪水沒有調漲 那薪水沒有調漲的情況之下 那麼大學畢業生就會思考出 我到底要先讀碩士呢 還是我要先就業 那有相當大的比例的學生呢 那麼就選擇先行就業 那麼即使在地薪呢 也在所不惜 那麼先就業的結果呢 就造成我們碩士班呢 開始出現 這個缺額的狀態 那我跟各位報告 儘管如此呢 我們高市道的碩士班呢 仍然勉強維持在 85%到86%的報導率 那這個報導率呢 也是目前 台清交成一路到 中自備 到我們這一級的 中上以上的國立大學的比例 那麼大概是維持這樣的一個水準 那第三部分我就要跟大家報告了 就是說在這樣的一個碩士班 快速有一點招生危機的情況下 到底要怎麼應應 那我在媒體上我已經報告過 剛剛駿廷有特別的 跟大家說的就是這個撇步 因為兩年前呢 我就很清楚的感受到 我們這個 蔡英文政府呢 那麼很有衝勁 那麼在這一股衝勁之下呢 我估計不要把所有的雞蛋呢 通通放在西進的這條道路上 所以兩年前呢 我就開始規劃南向 那麼我跟各位觀眾報告 就在這兩年當中呢 我們高師大開了七個班 那如果這七個班 通通招生而滿 我們剛剛所講的 大學部少四個百分點 碩士班少十四個百分點 博士班少四個百分點 我們全部都可以cover 那麼這樣子高師大的經營呢 就可以維持於不墜 那我這裡呢 很簡單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麼高師大所開的這七個班 那麼完全跟社會脈動呢 全部 這個對接 橋接在一起 那麼第一個班 我們在燕潮的科技學院 我們開售了 結合光電電子卵工的 電機科技碩士學位學成 我們科技學院 這三個系呢 都面向業界 那麼今年就要向 高雄加工出口區 藍子加工出口區 跟軟體科技研區呢 來招生 那麼目前 一季招生 二十到二十五位 我估計應該可以招滿 那麼光通系的陳主任 軟工系的鄭主任 跟電子系的蔡主任呢 也在這個寒假呢 不斷地努力 這是第一個班 那麼第二個班呢 就是公教系 各位知道 公教系就是已經 跟工藝科的老師 那現在工藝科老師 不需要那麼多了 那麼從今年開始呢 我們的朱耀明主任呢 就正式地把工業科技教育系 轉型成兩組 那麼一組叫做 工業科技教育組 另外一組 觀眾朋友聽了以後 應該會覺得很下課 這一組叫做 人員以冷凍空調組 那大家一定會想 為什麼高師大 要辦這樣的班 因為從兩年前高師大的工教系 產生退休潮 這個孫教授 楊教授 還有兩位教授都退休 我們全部都聘 人員冷凍空調的師資 那麼聘其以後呢 今年教育部高教師正式同意我們改組 那麼正式成立分組以後呢 得到了北區冷凍空調協會 中區冷凍空調協會 南區冷凍空調協會的大力支持 那麼從今年底 明年初開始 南區的甲級冷凍空調的 這個證照就要在高師大來辦理 所以這個轉型成功呢 也讓我們大學部的這個公教系呢 有很好的這個機會 我甚至跟各位報告 十二年國教的課綱 那麼生活以科技領域 那麼我們的總負責人就是我們朱主任 那未來如果以高師大為中心 公教組跟冷凍組空調組 那麼全面結合的話 我們這個系的未來應該可以闖出新的一片天 那麼第三個班 也特別跟各位報告 正式開辦了 上個月獲得教育部核准 原住民藝術產業學士專班 招三十個學生 那麼今天 藝術學院院長告訴我 今天已經有八十個人報名 來搶這三十個名額 所以這個班的開程應該沒有問題 那麼除了這個在地的這三個班以外 另外還有很重要的四個班 就通通在配合新政府的藍向政策 我們開了東南亞的四個專班 那現在要一併跟大家報告呢 還是我喝口水再跟各位繼續做說明 好不好 謝謝 剛剛我聽到說藝術這個原住民的部分 聽到說飯球啦什麼運動啦 原住民都很厲害耶 但是我們也聽到藝術的領域裡面說 我們全國有這種好嗎 原住民呢 沒有 沒有 藝術產業我可能是很領先的一個專班 所以你也說 那你怎麼會去想就說要辦一半 是 因為我 有時候休閒的時候 我剛才去山地原住民部落去走走 我最近有很多時間 其實做校長真的很忙 我最喜歡的爬山活動 我這四個月只爬了兩次山 一次到立鼎山 一次到觀音山 昨天上個禮拜六我跑了一趟壽山 那真的是非常忙碌 那我走過很多的原住民部落 我覺得我們原住民的藝術才能跟藝術產業 是台灣最大的特色 那我記得去年教育部 要我們提報一個計畫 如果一個大學有超過一百個原住民學生 就可以申請原住民族資源中心 那我就在去年 這個上任不久呢 我就跟學務長講 你清查一下全校有多少原住民 我跟特派報告 我們正好一百零一人 跨過門檻 那年底呢 教育部就補助下來了 今年就正式成立了原住民族資源中心 那我們就展開原民會 中央原民會 在地原民會的拜訪 那正好 藝術學院院長積極認識 那他跟我提到呢 藝術產業很有前景 而且我在原住民看到的 我想過去 國境之南 那個叫什麼海角七號 裡面的琉璃珠 這個是頭目的絲物 那麼現在的紅藝作物 那原住民的各種圖騰 原住民的木雕 原住民的文化 藝術 都有非常多面向的這個才能的展現 那我就請 藝術學院姚院長呢 結合四色系美術系音業系 那麼加上跨領藝術研究所跟表演藝術 碩士學院學成 他們就研領了一個很完整的計畫書 那麼就在去年的八月爆補 那麼十一月就核定下來 所以你看 才不到兩個月呢 我們幾乎可以招生滿滿 那麼到現在為止呢 很多原住民的這個學生呢 還不斷的在打電話回來問 所以我估計呢 藝術產業的原住民專班呢 應該可以一炮而紅 那期待 未來能夠有很好的發展 所以校長是從地理的觀念嘛 你自己念地理 對對對 所以你看到原住民的產業 他這個振興 原住民這個振興 看來是很有這個希望 產業不一樣 像琉璃珠 我看琉璃珠比珊瑚還漂亮 對 甚至這個小米酒 紅梨亮照的紅梨酒 那這些都可以把它包裝成很棒的文創產業 就像吳寶春把紅梨用到麵包一樣 對對對 那剛剛有講到這個自然科學部分 這十二年課綱 總照負責任也是從高斯大來處理的 來負責的 那有關自然的這個部分 跟大家提一下 好 自然以生活科技這個領域 是十二年國教裡面非常重要的課程內容 那各位知道以前叫做公益 那公益現在已經退色了 現在改換成自然以生活科技 那麼這個生活科技是主軸 生活科技裡面有資訊科技 工業科技 生活科技 那麼這個領域呢我想之所以會讓高斯大擔任總召的學校 很重要很重要的關鍵是高斯大這兩年辦理 那麼一個教育部 那麼兩個單位的這個案子 一個是師資培育師的Fab Lab 這個高斯大製造者基地 民眾可能會比較不清楚什麼叫做製造者 我簡單鼓起的例跟大家講 製造者的英文來對Maker Maker Space 什麼叫做製造者空間呢 製造者空間的意思就是 讓老師帶著學生親自動手做 那麼用簡單的思考 用創新的思維 那麼由做中學 由學中做 那我們高斯大呢已經在過去的兩年成立了 以教育部的這個經費的支持呢 成立了13個所謂的這個製造者的在地基地 昨天我剛剛去高雄市的延城區的中校國小 那個楊校長也非常的積極 那麼在范局長的領導之下呢 那麼成立了我們第八個基地 那麼在未來兩個月當中呢 我們可能還要再成立五個基地 那麼這個是其中之一 這個是由科技學院的林院長來負責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上高斯大科技學院的 這個製造者基地的這個網站呢 做清楚的瀏覽 那不只是這個計畫 我們另外公教系的朱耀明主任 還有一個製造者輔導中心的基地 那麼這個輔導中心呢 要在今年度就是107年呢 輔導全台灣11個縣市 那由教育部的國教署給經費 那麼要在11個縣市成立Maker的這個輔導中心 要把很多縣市的這個製造者的老師 他最近告訴我幾乎每個禮拜都上台北開會 那麼我希望他呢 那麼了解到12年國教 這個課綱的重要性 那麼應該好好規劃 那麼為台灣孩子的未來 能夠創造更多可以帶著走的能力 那麼這個是我們非常衷心的這個期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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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說歡迎